当你还是一个胎儿,在妈妈肚子里蠕动时,在法律上,你已被视为有民事权利,可以继承遗产,接受赠予。 当你咕咕坠地那一刻起,你就正式具有了民事权利能力,依法享有民事权利,承担民事义务。 你的人身自由,人格尊严,受法律保护,享有生命权,身体权,健康权,姓名权,肖像权,名誉权,荣誉权,隐私权,婚姻自主权等权利。 在你八周岁之前,你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,十六周岁之前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。 在人生的这个阶段,监护人是你的法定代理人。 自古英雄初少年,如果你在十六岁以后就能以自己的劳动收入成为主要生活来源, 你就可以被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。 十八岁是你人生的一个重要时刻,虽然父母眼里你还是个宝宝, 但在法律上你已经是成年人了,成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, 不再享受未成年人保护法的呵护,从这一刻起,要对自己的所有行为负法律责任。 青春风华,愁愁满志,当你走出校门踏入社会时, 你将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合同,租房,借贷,中介, 你将在这里面尝到人生的冷暖,学会契约精神。 当你邂逅了生命中的另一半,因为爱情准备走进婚姻的殿堂, 只要法律许可,没有人可以干涉你的婚姻。 相濡以沫的日子,许多东西不分彼此, 但什么是共同财产、债务、法律上有明确界定。 岁月未必一直尽好,过碗瓢盘的生活难免有些磕磕绊绊, 一时冲动闹离婚,不妨先冷静一下,给彼此一个机会。 如果已经赴水难收,那就好喝好散,也许放手是一种潇洒, 但子女抚养、财产及债务处理要协商妥当。 劳生碌碌,总是需要一些稳稳的幸福, 辛苦半生,你买了房子、车子, 你的这些财富受到法律保护,不被侵犯。 但人生无常,或有旦夕祸福、交通事故、高空抛物、电信诈骗、消费陷阱、假冒伪劣, 遭遇这些事,要懂得拿起法律武器维权。 世路无穷,人生有限,当你老了, 你要记得法律规定,你的成年子女有赡养、辅助和保护你的义务。 但生命总会走到终点, 这时不得不去考虑交代下身后事, 遗嘱该怎么立,谁来继承你的遗产, 这些法律都有规定。 厌过留生,就算你已离开人世, 你的姓名、肖像、名誉、荣誉、隐私、遗体等, 也依然受到法律保护。 谁能守护你的一生?民法典。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, 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保障民事权利的宣言书, 几乎所有民事活动都能在民法典中找到依据。 民法典将深刻影响每个人的生活。 人民币工作室 flute爱人 石头 联系有公关 lod